看看济南四中区这边的这个模样 济南的话它中心城区有六个吧 六七个 有四中区吗 历城区吗 淮寅区吗 还有这一个天下区 长青区 不知道张俏区算算这边的四中城区 我感觉张俏区离这边还是有些远的 但是隐隐跟这边是连在一起的 有一个区隔得就比较远的 济阳区 那就没有跟这边连在一起了 还有两个区隔得更远的 还有什么莱武区和这个钢城区 太远了 从这个开车过去走高速都得两个小时 看这边这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从地理位置上说 这是属于最中心的地方 四中区所辖的这个面积当中 最中心的地方 从这个近城区的这个范围来讲 这边是属于边缘一点的地方 这边也是四中区 目前最新的一片城区的位置 看这里 城间环境非常好 人目前不是很多 在这个街道上面的 可能是因为天比较冷 所以这个路上的行人比较少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他这边还是有人在这来来往往的 看这边 前面还有两栋高楼 前面有一个新建的高端购物商场 叫贵河上层 这边就是那一个贵河了 这边叫领袖城贵河 但是我感觉没有 他们最中心的那一个高端 还是全部都是卖奢侈品的 这边好像是一个大型中和购物中心 就是有奢侈品卖 也有很多的这个中端的东西卖 他这里面有商场 鞋子楼 酒店很超市 我过来看一看 整个真的这个环境都非常好 看这边居住区 这边房价也不便宜 他这很多房价都两三万一平 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一套的房子很多 这个还可以进去逛一逛贵河购物中心 我看那有人在往里面走 这个我就不进去了 在旁边逛一逛看一看 晒晒太阳还是很舒服的 人也不是很多 有人也就是在这边晒太阳的 坐着 在外围看一看 往那边好像还是一个山铁 这好像得往上面走 还得爬楼梯爬上去 这中间是一个半壶形的 大半壶 这边才是他的这个阻入口 这边是一个书店 书店有人在里面看书 我总怀疑这种书店开得下去 现在买书的应该比较少 就学生学校旁边的书店 我觉得开着还是可以开下去的 有学生要买教斧 买这种辅助工具书什么之类的 还要买洗蹄 看这边 这边是各个高富中心的阻入口 这边还设有吸烟区 阻光上这边人也比较少 没什么人 但是还是可以进去的 外卖园在这边应该是进出最频繁的 不停地在这里进进出出 现在不少人都是点外卖 那边又一个 他这边的这一个进出口设置好多 那边还有一个 弧形的 对面是他的这一个大的广场吧 好像也是一个游乐园 这边叫什么进毒文化广场 济南市市中区 进毒文化广场 好奇的 这边写的都是宣传各种毒品之类的 这是什么 毕竟就有毒品 笑口常开 这是进毒形象 大死寂兰的 笑得真开心啊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这个广场上面环境还不错 看这里面 这中心应该是一个大的喷泉 让我看去 喷喷泉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很壮观的 这个还围起来了 不让进去 这个夏天的时候 喷喷泉的时候 不就可以进去玩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喷泉广场 还要围起来的 因为这种属于汗喷 它一般也就夏天的时候开 夏天开的时候 喷到人身上也无所谓 凉快嘛 不知道它这边为什么要围起来 因为别的都没有围起来的 这个才是它的正门 柜河工厂 看来这边 还是很壮观的 自从其实这边 这一片的 作为的这个城建 我感觉都是非常壮观的 也是比较能代表 现在这一个 山东社会济南的 中心城区 城建的一块地方 第一个月 再次过来 就那边